好 下面我们讲合同法律制度的第六节 合同的担保 在这节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担保的概述 主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担保的方式 担保无效的情形 以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借薪缓救的担保如何处理 然后重点要给大家讲两种担保方式 一个是保证一个是定金他们的具体规则 好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担保的概述 我们讲担保的规则 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们国家担保的方式有哪些 担保方式根据规定有三大类五种担保方式 首先第一大类是人的担保也就是保证 第二大类是物的担保 包括抵押 质押和留置 而物的担保呢 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物权法律制度 已经全面的给大家讲过 所以在这就不再重复了 而第三大类是金钱的担保也就是定金 好 大家看 这五种担保方式 其中只有留置是法定的担保 因为在物权法律制度当中 大家应该有印象 只要满足留置的法定条件 债权就可以留置债务人或者是第三人的动产 所以它是法定的担保方式 而其他的四种都必须通过当时的约定 才能够产生 好 下面我们看 概述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担保的无效 什么样的担保是无效的 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 其实就是以公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性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等所提供的担保 简单的讲 公益法人所提供的担保原则上是无效的 但是要注意有例外 什么样的例外呢 首先以公益设施设定担保的例外 我们在前面物权法的制度当中 讲到哪些财产不能抵押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公益法人的公益设施是不可以抵押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公益设施上 所设定的担保都是无效的 有一种担保是有效的 什么样的担保有效呢 就是在购入或者是以融资租赁方式 成租 教育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 养老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的时候 出卖人 出租人 为了担保价款或租金的实现 而在该公益设施上保留所有权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某医院 公立的医院 公益法人 我们在前面讲过 如果他把自己的住院部大楼拿去抵押 这是不允许的 是无效的 假如这个医院他缺一个设备 比如说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仪器 这个仪器呢可能价值500万 他买不起 于是他就从某公司融资租赁了 一台义器 而这个公司怕该医院不付租金 于是呢就在这个融资租赁的设备上 保留了所有权 也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租金支付完毕 之前该公司保留了所有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保留所有权的担保是有效的 好 这是第一种例外 第二 是以公益设施以外的 其他财产或权利 去设立担保物权的 比如说有些医院他有附属的药厂 而这个药厂呢他是要赚钱的 所以他如果以这个药厂的相关的财产 相关的设施去设定担保物权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看第三 如果直接登记为盈利法人的 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等 他们提供担保是有效的 因为登记为盈利法人的话 说明他就不是公益法人了 比如说有一些国际学校 在登记的时候 他就登记为盈利法人 好 如果是这样 他们对要提供担保是有效的 这是概述的第二个问题 好 下面我们看 概述的第三个问题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其后果如何 我们在后面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当中会给大家讲 如果公司要对外提供担保 首先要经过内部的有效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到底有哪个机构做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可以是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 股东大会表决 但无论是哪个机构表决 前提条件应该有内部的有效决议 然后公司对外去提供担保 这个担保是有效的 好 是否意味着 没有内部的有效决议 公司对外去提供的担保 一律就是无效的呢 当然不是 所以在这我们要解决的就是 在特定的情况下 公司他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 好 具条件 首先看第一种情形 法定代表人 越权担保 我们在前面讲到 代理的概念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代理跟代表的区别 法定代表人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 叫做代表行为 而这个代表行为 原则上 法定代表人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 法人都应当要承担责任 所以我们看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违反公司法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决议程序的规定 超越权限 代表公司定立担保合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越权代表 越权担保的行为 在21年的考试当中 专门考察了这个概念 好 针对法定代表人 越权担保 其后果如何 大家思考一下 从对方当时的角度 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以公司的名义 对外签订担保合同 对方可不可能知道 公司对这个法定代表人 内部是有限制的 知道的概率其实不高 对不对 比如说 某公司对法定代表人 对外提供担保 有权限限制 法定代表人可以单独决定 对外签订 不超过100万的担保合同 如果超过100万 比如应该要经过股东会表决 结果这个法定代表人 有一天签了一个150万的担保合同 没有经过股东会表决 好 从对方的角度 他不可能知道 公司的内部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原则上 这个担保是有效的 除非相对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 也就是如果对方明明知道 该法定代表人超越了权限 那不好意思 你是恶意的 自然就不受法律保护 所以除非对方是恶意的 否则的话 该越权代表的行为 仍然是有效的 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 原则上是有效的 除非相对人 是知情的 是恶意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种特殊的情形 就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欠缺对外担保的有效决议 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公司要对外提供担保 经过公司章程规定 要么董事会 要么股东会或股东大会 要做出有效的表决 当然特定情形下 只能够有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 这个我们在后面 公司法律制度当中会专门给大家讲 也就意味着 公司要对外担保 前提条件内部要有有效决议 有内部的有效决议 是公司对外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 但是是否意味着 没有做出内部的有效决议 对外所提供的担保 就绝对不承担责任呢 当然不是 根据法律规定 以下情形下 公司不得 以其未依照公司法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 做出决议为由 而不承担担保责任 也就是说 即便是公司内部 没有做出有效的决议 也必须要承担担保责任 好 大家可以想见 一定是比较特殊的情形 对不对 具体就包括了三种情况 第一 金融机构开力保涵 或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金融机构 比如说典型的 像银行 在它的经营范围当中 一般而言 就会有开力保涵 也就意味着 金融机构开力保涵 就属于它的本职工作 所以哪怕是没有内部的有效决议 对外所开力的保涵 照样是有效的 而这个担保公司 大家想想 从这个名称 我们就知道 它干啥的 就是对外提供担保 然后赚钱的 这也是属于它正常的经营范围 所以担保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 如果没有内部的有效决议 对不起 照样承担担保责任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 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开展经营活动 提供担保 在这里面注意两点 第一 必须是全资子公司 也就是这个子公司里面 所有的资本 都是它的母公司出资的 全资子公司 属于敌亲敌亲的亲儿子 好 第二 必须是 它这个全资的子公司 开展经营活动 有购买原材料 购买生产设备 正常的经营活动 去提供的担保 照样是有效的 好 再看 第三种 担保合同 系由单独或共同持有 公司三分之二以上 对担保事项 有表决权的股东 签字同意的 也就意味着 虽然可能没有召开 董事会或股东会 股东大会 但是呢 对担保事项 有表决权的股东 三分之二以上 有表决权的股东 都已经签字同意 说明即便是开个会 也会做出 同意担保的决议 那说明对担保 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 针对这三种情况 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 叫金担子两三个 好 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含义 咱们得知道 所谓金 当然指的就是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干啥 开力保涵 而 担 指的是什么呢 担 担保公司的对担保 而这个子 指的是什么 亲儿子 就是 为自己的全资 子公司 开展经营活动 提供担保 两三个 指的是 对该担保事项 三分之二以上 有表决权的股东 签字同意 好 即便是欠缺 对担保的有效决议 公司照样要承担 担保责任 但是 二三两种情形 是不适用于 上市公司的 对外担保的 为啥呢 因为上市公司 涉及到很多的公众投资者 所以上市公司 如果要对外担保的话 应该要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三种特殊情形 对上市公司 公开披露信息的信赖 好 具体指的是 相对认 根据上市公司 公开披露的 关于担保事项 已经经过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的信息 也就是上市公司 公开的向公众披露了 这个担保事项 已经经过我们公司 董事会 或者是股东大会 表决了 好 相对人 根据这个披露的信息 跟上市公司 定立了担保合同 那上市公司 就应当为此承担 担保责任 大家想想 说明什么问题 上市公司公开承认 针对该担保事项 我们经过内部的有效表决 现在我们预以披露 所以如果相对人 根据这样的披露信息 签订担保合同 上市公司当然应该承担责任 因为你公开承认了 如果相对人 没有根据上市公司 公开披露的 关于担保事项 已经经过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的信息 与上市公司 定立担保合同 大家看 上市公司是不承担 担保责任 或赔偿责任的 也就意味着 我们为了保护那些个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作为相对人 你想要上市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拿出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呢 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 关于该担保事项 已经经过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的相关信息 这条大家要注意 有可能跟证券法 结合在一起 考大家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种特殊的情形 就是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大家知道 公司的分支机构 比如公司的分公司 驻外地的办事处等等 他们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如果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的话 这个有效担保的情况下 应该是由总公司 来为此承担责任 所以 如果分支机构 要对外提供担保 原则上 应该要经过 总公司的内部有效表决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 对于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其后果如何 我们要区分公司的性质 首先 一般的公司 如果分支机构 没有经过公司 股东会 股东大会 或者是董事会的表决 以自己的名义 对外提供担保 相对 请求公司 或者其分支机构 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 是无欲支持的 也就意味着 一般的公司 如果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原则上 必须经过 它总公司内部的 有效表决 否则 原则上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是 相对人不知道 且不应当知道 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没有经过公司 决议程序的除外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相对人 是善意的 那就应该获得保护 比如有可能出现 这样的情况 这个分支机构 伪造了总公司 股东会 或者是董事会的决议 那从对方的角度 我怎么知道 你是伪造的呢 是不是 他是善意的 那就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所以总结一下 一般的公司 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未经公司内部有效决议 原则上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是不能以此对抗 善意第三人 好 再看 第二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大家知道 我们在前面说了 这个金融机构 对外开力保涵 这是它一般的营业范围 所以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如果在其民业执照 记载的经营范围内 开力保涵 或者是金有权从事担保业务的 上级机构授权 开力保涵 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 以违反公司法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决议程序的规定为由 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简单的讲就是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如果对外开力保涵 原则上是有效的 而如果说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未经金融机构授权 提供保涵之外的担保 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 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遇支持 那开力保涵之外的说明什么 不在它正常的经营范围 所以原则上不支持 但是同样 相对人不知道 且不应当知道 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 未经金融机构授权的除外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如果对外开力保涵 原则上是有效的 但是保涵以外的 原则上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但是也不能够以此对抗 善意 第三 好再看第三 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 我们在前面讲了 担保公司干啥的 提供担保赚钱的 所以担保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 原则上是有效的 但是它的分支机构 就可以随便提供担保吗 当然不是 所以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 未经担保公司授权 对外提供担保 担保公司 或者其分支机构主张 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遇支持 但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 那照样受保护 所以相对人不知道 且不应当知道 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 未经担保公司授权的除外 所以总结一下 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如果没有经过授权 原则上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是不能够以此对抗 善意第三人 好 针对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总结 但凡是没有经过总公司 有效的决议 或者是授权 原则上是不承担的 但是都不能够以此对抗 善意第三人 而有一种特殊的情形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保含 原则上是有效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盖述的第四个问题 借薪还旧的 大家想想 如果说借薪贷还旧贷 这个薪贷偿还的概率高吗 原来的都还不了了 所以才拆东墙 补习墙 借薪还旧 薪贷偿还的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 法律就规定 主合同的当审协议 以薪贷偿还旧贷的 首先 旧贷的担保人 肯定是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了 原因是 旧贷还掉了吗 对不对 关键是 如果债券请求 薪贷的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 大家考虑一下 假如你去帮一个人提供担保 你都不知道他借薪还旧 让你对这个薪贷承担担保责任 你认为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 因为如果你知道他借薪还旧 说不定你就不愿意承担担保责任 不愿意签这个担保合同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针对借薪还旧的 我们要区分处理 第一 新贷跟旧贷的担保人是相同的 既然是相同的 说明这个新贷的担保人 当然知道借薪还旧 因此新贷的担保人 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第二 新贷跟旧贷的担保人不同 或者是旧贷没有担保 而新贷有担保的 大家可以想见新贷的担保人原则上是不承担的 但是有例外 什么样的情况 例外呢 新贷的这个担保人他是知情的 所以债券有证据证明 新贷的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时候 对 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也就是新贷的担保人 如果说不知道 当然不承担 但如果你知道 不好意思 肯定要承担 好 再看 第三种情形 是主合同的当事人协议 以新贷偿还旧贷 而这里面 有可能旧贷 他是有误的担保的 旧贷的误的担保人 在登记尚未注销的情形下 又同意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 可以想见 这个误的担保对新贷 照样是有效的 但是呢 在订立新的贷款合同之前 他又以该担保财产 为其他债权设立了担保物权 我们就要排序啊 其他的债权主张 其担保物权顺位 优先于新贷债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个大家主要是理解 他讲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假公司 像以银行贷款 100万 以他的厂房做抵押 结果贷款到期了 假公司还不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假公司跟银行协商借新还就 又借了一笔新贷 而原来这个厂房做抵押 抵押登记还没有注销 但是从原来的旧贷到期 到假以之间签订新的贷款 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之内 假又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厂房 抵押给银行借款 办理了抵押登记 好 下面的问题就是 银能不能够以此为由 主张他的这个抵押权 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呢 答不可以 这就是如果新贷跟旧贷 物保是相同的 那么新贷的物保是优先于 该抵押物上的其他担保物权的 好 总结一下 借新还旧的 新贷的担保人 原则上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因为他不知道 但如果说他是知情的 那就必须承担责任 而知情的情况 要么他就是直接知道 要么新贷跟旧贷 这个担保也是相同的 对吧 好 如果说 新贷跟旧贷 物保是相同的 那新贷优先 就是优先于 在该担保物上的 其他担保物权 好 下面我们看 合同担保的第二个问题 保证 我们在前面讲了 合同担保的方式 有五种 有人的担保 物的担保 金钱的担保 而物的担保 抵押质押流至 在物权法的制度当中 已经全面的讲过了 所以在这 我们重点要讲的 就是保证跟定金 好 首先看保证 第一个问题 保证人的条件 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做保证人的 所以在考试当中 我们要知道 哪些人不能做保证人 首先 国家机关 机关法人 大家知道 这个国家机关 它的钱来自于哪里 财政的拨款 所以用财政的拨款 对外去提供担保 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因此 机关法人 原则上 是不可以做保证人的 但是有例外 什么样的例外 经过国务院批准 为使用外国政府 或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 进行转贷的除外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北京 当年地铁二号线 在修建的时候 就用了一个 外国政府的贷款 谁的贷款呢 日本政府的贷款 好 日本政府知道 咱们国家是一个 全民所有制的国家 于是呢 就要求一定要有 国家机关 为此提供担保 后来经过国务院批准 北京市财政局 为地铁二号线的建设 使用日本政府的贷款 提供了担保 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 好 再看 第二 就是以公益为目的的 非盈利法人 非法人组织 但凡是公益目的设立的 是不能够做保证人的 我们在前面讲了 公益单位 如果说 以他的资产 去提供物的担保 那么其中 但凡是他的公益财产 是不可以提供担保的 而他的非公益财产 是可以提供担保的 当然在公益财产上面 如果说是出租人 或者出卖人 保留所有权 那是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公益为目的的 这种公益法人 非法人组织 对外是不能够做保证人的 但如果登记为 盈利法人的学校 幼儿园 医院 养老机构等 他们是可以做保证人的 好 下面我们看 保证的第二个问题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一定要签 书面合同 主要是为了方便举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保证合同 书面合同 它包括了哪些形式 第一 单独的书面 保证合同 也就是 有保证人跟债权 单独签订一份 保证合同 我跟大家说 一般情况下 不要去做保证人 为啥 大家仔细看 保证合同的保字 怎么写的 左边 一个人 右边 一个呆 说明什么问题 人傻了 才去做保证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做保证的滋味 不好受啊 我就想起 大概在12年 13年吧 我有一个师弟 一个师妹 他们出国 要用国家留学基金 而用这个留学基金呢 必须要有人 为他们提供担保 好 于是他们就找了我 然后呢 我就去签了一个 书面的保证合同 而且还做了公证 上面写的很清楚 如果他们两年 不回国的话 我 要帮他们每个人 向国家留学基金 赔30万 所以他俩走了以后 我那是天天 盼着他们回来呀 终于有一天 跟我打电话 说师姐 我们准备回来了 你看你要带点什么 我跟他们讲 没有 平安回来就好 哎呀 要不然一个人30万呢 是不是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很多地方法院 都会公布 劳赖的名单 其中有一部分人 可能是真的债务人 而有的 很多啊 最起码40% 仔细看一下 都是什么人 保证人 所以这个保证人 一般不要做 好 这是第一种 单独的书面保证合同 而保证合同 它是一个双方合同 不是一个三方合同 是保证人 是保证人跟债权签的 有保证人对债权承担 保证责任 好 再看第二种 是主合同当中的保证条款 然后保证人在主合同上签字 或者是盖章的 比如说张三借给李四多少钱 利率是多少 好 其中有一条 王五为此承担保证责任 最后王五呢 在上面签字了 照样成立保证合同 再有第三人 单方以书面形式 向债权人做出保证 而债权人接收 且没有提出异议的 比如说 我向银行借款100万 在座有一个同学 单方向银行出具了一个担保书 愿意为我这100万承担保证责任 银行收下来之后 没有做任何表示 也就是只要他没有提出异议 没有反对 这个保证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这点大家要注意 在考试当中 案例里面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好 当然除了这些我们认定保证合同之外 在实务当中 如果说在主合同上 我们这个保证人直接写上 保证人某某某 照样也会成立一个保证合同 现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案例 张三 李四 王武 三个人是好朋友 后来张三呢 借钱给李四 好 李四就打了一张欠条给张三 金收到 张三借给我多少钱 下面落款 借款 李四 正好王武在场 于是呢 张三就跟王武讲 兄弟 你给我做一个见证呗 好 于是 王武就在上面写了 正人王武 结果后来 李四 没有还钱 他的好朋友张三 就干了一件事情 两肋插刀啊 在这个王武两肋上插刀 是吧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在证人前面加了一个字 保 大家看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本来王武只是一个证人 好 加一个保字那就不一样了 然后张三 把李四跟王武都告了 幸亏现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后来 王武申请鉴定 保这个字不是王武自己写的 后来加的 于是 王武才没有承担责任 所以同学们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要做证人的话 一定要在上面写清楚 证明人 或者是 见证人 不要只写证人两个字 否则的话 如果科学技术不太发达 指不定你就承担责任了 是吧 好 这是保证合同 一定要签书面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第三方所提供的承诺文件 如果说第三方在文件当中表明有担保的意思 那就认定为保证 比如我向银行借款100万 在座一个同学跟银行讲 他愿意为这笔贷款提供保证 好 认定为保证 而如果说有加入债务的意思 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 我们在后面讲到债务加入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 这个债务的加入 是第三人直接加入到债务人的行列 比如说 我向银行借款100万 再做一个同学 给银行出具一个承诺 他愿意跟我一起共同承担这100万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债务加入 他直接会变成债务人 如果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 应该按保证处理 因为毕竟保证对第三人来说 比作为一个债务人还是要好一点 对不对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债务例题多选题 甲向银借款5万块钱 以要求甲提供担保 甲分别找到有人丙丁物几 他们各自做出以下表示 其中构成保证的由 A选项 丙在甲向银出具的借具上签署 保证人丙 明确表明了保证的意思 而且在上面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了 所以构成保证 丁向银出具自语称 如果甲到期不向银还款 本人愿代还3万块钱 那么这里面是非常典型的 如果债务人不承担责任 他愿意在3万块钱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所以可以认定为保证 C 物向银出具自语称 如果甲到期不向银还款 由本人负责 也是有担保的意思 有保证的意思 所以构成保证 D 己向银出具自语称 本人愿与甲一起还债 好大家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加入到债务人的行列 是债务的加入 而不是保证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 应该选A B和C 好再看17点 这个多选题 保证合同是保证与债权定立的 主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 有保证按约定履行 或者承担责任的协议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保证合同性质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这是直接考察大家 保证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 A 单务合同 这是正确的 因为保证合同是保证人跟债权人签的 在这个合同当中 保证人负有义务 而债权人他只享有权利 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所以它是一个单务合同 B 钥匙合同 这是正确的 因为保证合同一定要签书面合同 C 落成合同 这是正确的 因为保证合同只需要双方当审 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就能够成立 不需要交付标的 B 有偿合同 这是错误的 大家想想 保证人提供保证收钱了吗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 所以一般而言它是一个无偿合同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 B和C 好 下面我们看 保证的第三个问题 保证方式 这个保证方式在案例当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保证方式有两种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好 首先看 一般保证跟连带责任保证有什么区别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速抗辩权 这个先速抗辩权是非常形象的 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 我向银行借款100万 在座有一个同学 一般保证人 如果我到期没有向银行还款 银行直接找一般保证人要钱 他就可以主张先速抗辩权 所谓先速抗辩权 作为债权 你必须先起诉债务人 执行完他所有的财产发现都不能清场 然后才能找一般保证人要钱 所以如果银行找这个一般保证人同学 他就可以跟银行说 银行 不好意思 你必须先起诉王老师 执行完他所有的财产发现不能清场 然后才能找我要钱 所以一般保证人享有先速抗辩权 他承担的其实是一个补充担保的责任 对吧 而连带责任保证就不一样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跟债务人就是连带责任 比如我向银行借款100万 在座有个同学连带保证人 到期了我不向银行还款 银行可以直接找他要100万 因为连带保证跟债务人我 他就是连带责任 所以在座的各位大家考虑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保证人 你愿意提供哪种保证 当然是一般保证 而如果你是一个债权人 你愿意接受哪种保证 当然是连带保证 所以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他就有一个矛盾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认定保证的方式 首先有约定 当然按约定处理 比如明确约定为一般保证 那就是一般保证 明确约定为连带责任保证 那就是连带责任保证 好 在一般保证的认定当中 如果提干的表述是这样的 当审约定 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 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对于这样的约定 我们应该把它认定为一般保证 为什么 因为只有当债务人不能履行的时候 才能够找保证人 说明这个保证人 他承担的是补充担保的责任 一般保证 好 如果说当事人在合同当中 是这样约定的 当债务人不履行 保证人就承担责任 只要债务人不履行 保证人就承担 说明保证人承担的是什么 连带责任保证 考试的重点 是这个问题 假如在保证合同当中 当审 没有约定保证的方式 或者是约定不明 应该认定为 什么保证 答 一般保证 因为保证 对这个保证人而言 他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 对不对 他是弱势的 所以呢 在保证方式的认定上 我们就应该对这个保证人 给予保护 当保证合同当中 没有约定保证方式 或者是约定不明的时候 应该按照 一般保证 保证方式来认定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 跟连带保证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般保证 我们刚才说了 保证人他享有 先诉抗变权 必须先起诉债务人 执行完他所有的财产 发现不能清偿 然后才能找 一般保证人要钱 所以 如果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在主债权履行期限 借满之后 向债权人提供了 债务人 可供执行的财产的 真实情况 而这个债权放弃 或者是待遇行使 他的权利 导致该财产 不能被执行的 保证人 在其提供 可供执行财产的 价值范围内 就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了 以保障 对这个一般保证人 是公平的 比如说 我向银行借款 一百万 在座有一个同学 一般保证人 到期了 我没有还给银行 我们这个一般保证人 同学 向银行提供了 我有一辆车 登记在我的名下 平时也是我在开 这辆车价值40万 好 结果 银行没有及时的 要求执行我的 这个财产 导致极有可能 比如说 我把这个车卖了 对吧 把钱花了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保证 在他提供的 这个可执行财产的 价值范围内 不再承担责任 也就意味着 这40万 一般保证 是不承担的 好 连带保证人 连带保证人 他不享有 纤素抗免权 所以 保证人跟债务人 就是连带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保证人的 纤素抗免权 我们刚才说了 一般保证人 他是享有 纤素抗免权的 而连带保证人 是没有 纤素抗免权的 但是 并不意味着 一般保证人 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主张 纤素抗免权 根据法律规定 在以下 四种 特定情况下 一般保证人 将丧失他的 纤素抗免权 丧失纤素抗免权 就意味着 他的保证方式 转变成了 连带责任保证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什么情况下 一般保证人 丧失纤素抗免权呢 肯定是这个债权 没有办法先去执行 债务人的财产了 对不对 好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 债务人下落不明 且无财产 可供执行 比如 我向银行借一百万 在座一个同学 一般保证 借完钱之后 我就跑了 云游四海去了 没有其他任何 你找得到的财产 总不能说 银行满世界找我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好意思 一般保证 丧失纤素抗免权 第二 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了 债务人的破产案件 大家可以想一想 既然受理了 债务人的破产案件 说明这个债权 他是不可能 从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当中 获得权额清偿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保证转变成 连责任保证 好再看第三 债权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的财产 不足以履行 全部债务 或者是丧失了 履行债务的能力 也就是说 这个债务人的财产 肯定是还不了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债权 直接就去找 一般保证人要钱了 再看第四 保证人 书面表示放弃 先速抗辩权 本来这个一般保证人 他是有先速抗辩权的 但是他偏偏要书面放弃 这是非常典型的 自作孽不可活 所以既然你放弃 当然就没有了先速抗辩权 那就转变成连带责任保证 而这个连带保证 当然他本来就没有先速抗辩权 好 这是一般保证跟连带责任保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